我们自己不卷进去 这就很好 好事了 我们要跟着佛菩萨走 经典就是佛菩萨为我们引路 思想见解 不离经典的理论 言语行为不离开经典里面的教诲 你说这个人生多快乐 这个人生多么的美满 所以我们念这首记 生无限感恩的心 感恩佛菩萨出现在世界 留给我们这么多的教诲 再看后面一首记 如来等正教 借助贤胜众 出现于世间 能于众生落 如来等正教 这一句是总界前面所说的 就是前面 若佛菩萨等 这个总界这一句 第二句就重要了 若读贤胜众 这里面举了三种人 仙人 是二臣 那声闻缘求 我们中国人讲啊 阿罗汉 辟之福 那这是仙人 甚是识甚 我们现在读的 师祖菩萨 是世神 师弟菩萨 是大世神 师祖菩萨 是小世神 我们讲到底下一篇 注意就明白了 这个师祖跟师弟 非常相似 众呢 众是凡人 凡福生 虽然是凡福生呢 他一教风险 真干 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 天台大师所讲的 观心皆福 二臣 声闻缘求 注重在自立 他不是不理他 你去找他 他会教你 你不找他 他是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好似不如无似 他是这么一种人 也就是说 确少慈悲心的 你找他 他会教你 那神就不一样了 神是大臣 大臣 你不找他 他来找你 无量寿经上 所说的 做 一切众生 不勤之有 他不勤你 他自然就来了 当然 他来要观机 像前面 这个 这个 这个所说的 佛一大悲心 铺观 注重 你的善根 缘分成熟了 他一定会来 帮助你 帮助你提升 帮助你成就 如果你的善根 因缘未成熟 他也来 他帮助你 种善根 这一生 不能成熟啊 但那个种子 种下去了 来生 后世 遇到缘的时候 一定会成熟 这个太难得了 这就叫 服侍门中 不舍一人 一个都不舍弃的 这是大臣菩萨 大慈大悲 现在他不相信佛 不相信 因为是迷信 涉及 我们能理解 因为我们 我在没有遇到 方老师之前 也认为 佛教是迷信 也不能接受啊 远远不成熟啊 谁能过来 建议你呢 那要是 你自己 心目当中 最佩服的人 最凉目的人 信得过的人 他来开口 你就能接受了 不是你心目当中 最凉目的人 他来把佛教 介绍你 你还得给他评论 你还得反驳 所以说 远远就很重要了 我们到 底下一评里面呢 会讲 三种远 众生能够 接触佛教 必须要以居足啊 这三种缘分 所以我们 学佛之后 真正在佛法里面 得到 确实是 无比殊胜的利益 那是什么呢 这一生当中 不造我也 那就是 无比殊胜的利益了 造作卧业 古报在山土 还跟一切众生 见怨处 招来 来生后世 怨怨相报 没完没了 你说 这不是麻烦死吗 这遇不到佛法 把四世真相 没搞清楚 肯定是 都在这个漩涡里头 所以说 无比殊胜利益 是在此地 我们今天 无论是在顺境 还是在逆境 这是外面的环境 我们遇到一些人物 是善云 还是卧云 我们都知道 怎样去处理 怎样去对待 顺境善云 不齐贪心 逆境卧云 没有成会 无论受什么样的冤屈 不怨天 自然就化解了 不但不给 一切人 解约 不给一切动物 解约 不杀生 不吃肉 不给这些众生 解约 不给花草树木 解约 不给山河大地 解约 山河大地 随便破坏 自然环境 就是跟山河大地 解约 不跟 宇宙 不同 空间 维持众生 解约 就是这道快乐 与一切众生 活目相处啊 平等对待 平等对待里面 最重要的这个态度 是谦卑 尊重对方 这是平等对待啊 那里面不能有傲慢 把自己的傲慢去掉 用什么方法呢 谦卑 尊重对方 年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都是这样的 一片恭敬 这是佛法 教的我 这些神仙 做出榜样来 跟我们看 凡复众里面 这里得有圣人 硬化在其中啊 我们肉眼凡复 不认识 从理上讲 肯定有 不但有 而且还很多 为什么 众生越是有苦 有难的时候 佛菩萨都来帮助 佛菩萨也 善巧方便了 来帮助我们 来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 让我们看到了 听到了 接触到了 有所感悟 在发心呢 跟他学习 那么这些人 确实 是做到 学为人私 行为师范 这对广大群众 那对待我们这些修行人呢 他一定要帮助我们提神 这里面善巧方便 就不可思议了 我们做一串好事 善心 善心 做好事 他来障碍你 他来破坏你 给你严重的阻扰 遇到这个事情怎么办 就像 金刚经上说的 人入仙人 遇到格力王 金刚经上只提了一题 这个故事很长 很详细 在大涅槃经里面 遇到这么一个难了 那我们看 人入仙人 他怎么处理 人入仙人呢 是被格力王误会 格力王把他杀了 怎么杀的呢 凌迟处死 这在刑法就是最惭愧的 不是用刀把你杀死 用刀把你身上的肉 一片一片的割 这样把你割死 你说 你要受多大的折磨 要受多大的痛苦 人入仙人 接受了 没有辨别 完全接受 在各界身体的时候 他告诉 格力王 我将来成佛了 我第一个来读你 人入仙人 在这个地方 不但没有丝毫怨恨 没有报复 在我想象当中 他是用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修忍入波罗蜜 看你能不能忍 就好像老四来考试 真的忍 那你忍入波罗蜜就圆满了 就打一百分了 就打一百分 谁给你打的 格力王给你打的 你看 你这个念头一转 那个魔就变成佛了 所以佛经上章讲 外面境界的 无佛也无魔 佛跟魔在哪里呢 在你的念头 你有个善念 魔就变成佛 他是佛菩萨来考验你 那你要是有悟念对待他 我没有过失 你冤枉我 你害我 我恨你 将来我一定报复你 那就变成佛也变成魔了 都在自己念啊 所以佛教导我们要培养正念 不能有邪念 邪念就错了 变法界 虚空界 无一个不是魔 如果正念呢 魔界 修罗界 乃至于 卧鬼地狱界 没有一个不是佛 你全是佛了 所以佛在大陈经上 常常叫我们 静随以心转 我们以凡夫的观念来说 什么是宇宙的中心 念头 因为一切法 重新相识 念头才是 宇宙的核心 念山 佛菩萨境界限期 净土限期 念窝呢 魔鬼 畜生地狱 三窝道限期 一点都不错 天台大师 讲法华经 给我们讲 佛界 前辱 说得好啊 每一界里面 都有是法界 讲到我们人间 有人中之父 人间的菩萨 人间的罗汉 人间的诸天人 人间的畜生 人间的悟鬼 人间的地狱 那么这些事情 在佛经里面讲 这叫花报 这世法界的花报啊 花报现前了 花后头有果 如果这个花报 出现了 后面的果报 必定先前 毫无怀疑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无论我们的遭遇 是顺 是逆 假如花报 多好 逆来顺受 好啊 今天去考验 不怨天不由人 认真的反省 忏悔 改过自信 这花报很好啊 果报 必定是人 如果我们眼前 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怨恨的心 不平 不平的心 报复的心 这个事情就麻烦了 你的日子不好过啊 日子好过不好过 不要问别人了 都是你自己念头生出来的 一念善 日子好过啊 要饭也好过啊 他也很快乐啊 现在在 现前这个社会里面 我也常常 给一些同学们说 贫穷不怕 要饭也不怕 不是羞耻啊 什么是真正羞耻呢 借钱过日子 那真正羞耻 我们中国几千年的老祖宗 都是这样教导我们 人贫穷到极处 也不能够去借债过日子 可是西方人的思想啊 他就是借债 成了一种习惯了 我们中国人看到格格不如啊 这日子怎么能过啊 所以借债过日子 才会产生金融风暴 如果不借债的话 你这一生决定遇不到金融风暴 所以日子好不好过啊 是在自己一念之间 一念真 真念 什么样的环境 都过得很自在 都过得很快乐 幸福美满的人生啊 念头不正啊 你是大富大贵 日子都很难过 你每一天患得患失 一律 烦恼不断的 所以说富而不落啊 贵而不甘的 那么由此可止 舍道 舍福 是多么的重要 我们从 如是道三家 学到了政治正见 正与正先 哪有不安乐的道理呢 就安乐 真地先前了 这些人 大辅 大道 大佛 出现在世界 确确确实实 给一切众生 带来真正的安乐 真正的安乐 注意一定要明了 不是物质上的享受 物质 不能带给人 真正的安乐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 能进去想一想 我们这一天的生活 所需 很少啊 一般人 一天三餐饭 你能吃多少 一件衣服 至少可以穿个十年 要是能够借紧一点 爱惜一点 穿二三十年啊 我的老师 李宾南 他们的一套中山装 剑刻的 我估计 他至少穿了四十年 他不要买新衣服 生活非常简单的 他一天吃一餐 那么这种生活 过得快乐 自在 一生不求人 不求人就最快乐 人道无求 贫质高啊 不叛人 不求人啊 这个是 这一句里面的 圣衣贤重 这个重就是 人间的这些老四 我们遇到的善知识 他不但对我们 有研究 他有深教 我跟李老师十年 十年当中 我看到他老人家的信息 虽然他是居士身份 他过的生活 比出家人 还要简单 还要严格 工作量 很大了 他在政府机关服务 这个机关 现在没有了 撤销了 是 凤司官府 他是那里面的主任秘书 凤司官是孔德成 孔先生 他每天上班 要工作 他好像是 三个大学的教授 他天天就上课 他是台中 林社跟 磁光图书馆的创办人 还要接近 佛门这些信徒 每一天 要劝大家的 念佛 指导大家修行 每个星期固定 两次讲经 一次是对大众 一次是教学生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中医 还能给人看病 所以他一个人 至少是五个人的工作量 生活过得那么借鉴 过得那么快乐 过得那么自在 我们常常接触的 接触他的人 非常羡慕 我们这些学生 跟他相比 没有一个能超越他 他老人家多才多艺 我们这些学生 最多是学他一样 他那许多才艺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统统学 我跟他老人家 就是学佛经 就学的一样 所以他做出榜样来 跟我们看 那个时代 跟我们相去 中国人讲一世 一世是三十年 你看这个世界的世子 三个世 三十年为一世 也就是三十年前 那个社会 跟现在不一样了 差别很大了 我们在现在 这个时期 往后的一世 学习比从前困难十倍都不止 这个原因非常明显 也就是媒体的教学 对社会大众产生 极重大的影响 如果他影响是不善的 现在要叫社会大众回头 学习比从前困难十倍都不止 你说贪荷什么 所以今天一定要做出好的榜样 给社会大众看 要真正做出来 社会的能力到的教育 比什么都重要 在过去 这种教育 是由家庭 承担的 过去的家 是大家庭 所以家旗 而后过之 过之而后天下平 我们细心 去研究 去观察 我们对于传统 对于老祖宗 真的是 佩服到五体头地 发现他们 他们个个有真实智慧 五千年来 都把教育摆在地 这就是真实智慧 教什么呢 教能力 教道德 教因果 这三种教育能够普及 社会安定 世界的和平 向上再提升 那是少数人 向上 就是今天所讲的 哲学与科学 这个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只要前面 这三种教育 伦理的教育 伦理的教育 是讲关系 讲的透彻 人跟人的关系 人跟树木花草的关系 人跟山河大地的关系 人跟一切万物的关系 那至于 人跟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 佛法里面讲的 人跟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的关系 那这个讲尽了 这都是有能力 如何把这关系除好 这是道德 这个关系 他的核心 处理关系的核心 在本质上 就一个字 爱 你看佛门 佛门虽然广大了 慈悲为本 方便为本 慈悲是什么呢 慈悲就是爱 父子有亲 无伦理的核心 就亲爱 方便的核心 方便的核心是核 我们老祖宗讲太核 讲中核 讲宝核 离之用核为贵 核心是个核 宇宙是和谐的 世界是和谐的 万无是和谐的 讲到我们人生 人生是小 小宇宙 我们一个人 外面是五官 言而别设身 里面是五脏六腑 每一个器官 他所思的功能不相同 他们能够和睦相处 从来没有对立过 你从这里就体会 小宇宙和大宇宙也和 我们跟大宇宙不和 首先我们里面就不和了 里面不和就生病 外面不和就天灾人和 天灾人和从哪来 不和来的 和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本身做起 做出样子来 才影响别人 很多同学知道 我在这几年 在汤池小镇 做了一个文化教育中心 做事业 这不是出家人做的事情 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呢 这被911打出来的 要是没有911事件呢 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个事情 那时候我住在澳洲 昆斯兰大学呢 有个和平学院 911事件发生之后 和平学院呢 就有了严重问题发生 这个学院 研究的主题 就是化解冲突 促进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所以学校找到过 我跟这些教授们 做了两次座谈 他们就邀请我 参与这个和平活动 那么这是 整个社会问题 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 佛家既然是大慈大悲 找来了 就不能不干了 所以就参与了 那么代表学校 代表澳洲 参加了多次的 国际和平会议 跟联合国就往来了 那么这样子 我们看到了 余会的这些会友们 真的都是世界上知名的 学者专家 想不出方法 来问我 我也没有方法了 但是我学佛了 佛有方法 那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 老祖宗有方法 所以我们把老祖宗的方法 把佛的方法 搬出来跟大家谈 他们听到的是耳目一新 很欢喜 很赞叹 但是会后呢 没信心 会后 我们聊天吃饭 他就问我了 法师 你讲得很好 这是理想 这做不到 信心危机 这真的是危机 这危机比什么都严重 那要化解这个危机 只有做实验 他相信科学 科学就是要拿出实验出来 所以他就搞这个实验 实验做成功了 做得相当成功 做成功了 我们就不要做了 我们交个国家 交个政府 希望政府来推动 那我们呢 我们要提升自己 要认真 不断的 提升自己的德行 提升自己的学术 提升自己的道恨 这个重要 那么现前的社会 诸位晓得 许许多多的活动才懂 这些活动 对于学 对于道 都有障碍 让你的心 定不下来 心定不下来 就不能有 大的成就 纵然有成就 不大 真正大成就 要不动 我们看古人 无论在家出家 学福 学道 或者是学辱 功夫都是十年以上 啊 厌余所谓的 是在寒窗 一举全名 十年呢 心定下来 定生会 这才能 入得了门 啊 才能有成就 可言 如果是 心浮其造 啊 不但学佛 不能入门 啊 学道 学辱 也不能入门 学的再多 啊 也是 孔子所谓的 寄问之学 啊 底下一句 不好听 不足以为 人死 啊 啊 这就是呢 你不能 做社会 大众的榜样 那么现在 这个社会 普遍 是心浮其造 啊 不要说先前 我刚刚学佛的时候 我二十六岁 修佛 五十七年之前 半个世纪 我们自己本身 自己觉得不错 可是我们的老人 我们老师那一辈 长我们一辈 看我们这些人的 心浮其造 那我们比现在 这些学生好多了 可是我们的老师 看我们的不满意 我向老师提个问题 这常有的死 特别是张家大使 问题提出来了 他不会马上就答复你 他要等你心平气和的时候 才告诉你 确实我很受用啊 有时候有个问题提出来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长死 我们在一个小客厅里面 静坐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看到很长的时间 心定下来 专注了 他才开口 来跟你讲 不是一问 往上就答 滔滔不绝对 他不是这样 他说话很简单 你的情绪定不下来 他绝对不会开口 方东美先生也如是 李老师 这些人他都不例外 真正不能接受 也许你太浮动了 你定不下 进不下来 几句话 敷衍敷衍 你打发你走了 我们常见 所以才晓得 古人的成就 没有变 我们现在人的根性 智慧 绝不比古人差 不输个古人 输在什么地方呢 输在心腹气躁 这一点上 那我们就输了 所以他能看得懂 古籍 他能体会到 古人的用心 我们如果不能 把这个念头 吸下来 这个浮躁 降服 我们这一生的成就 那就有些 就很困难 所以 为什么 读书人 修道人 要住在深山 十年不下山 二十年不下山 三十年不下山 有啊 我在日本开会 顺便去访问 比瑞山 日本佛教 对比瑞山 看得非常重啊 他说 那是佛教的母亲啊 日本佛教 十三个宗派 开山的祖师 都是在比瑞山 修行的 所以我上去 参访的时候 我向他们 馆长 请教 他们叫馆长 就是我们 中国的方丈 主持 向他请教 早年 这些祖师大德 在比瑞山 修行 他们住在山上 住多久 他告诉我 最少的一个 是十六年 十六年 不下山了 他心定了 多的时候 三十多年 难怪他有那么大的拯救 中国从前 古事物 科举时代 一个秀才 也是找一个 很安静的地方 就读书 在从前 有书院 书院像寺庙一样 建筑在深山 环境 优雅 在那个地方 也是十年 不出门了 十年 有一点成就了 老师才叫他 你可以去参加考试了 考巨人 考静死 没有这么长的时间 定下来 德行 舌问 就不能拯救 古时候的考试 对德行 非常重视 所以中国 五千年来 这个社会 长治久安 怎么得来的 这是外国人 学习中国历史 想不透的一个问题 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多的人口 怎么能够 有这样好的 成绩 改朝换代 一个政权 新政权的经历 大概一般的说 五年 社会就安定了 就上轨道了 这一安定呢 至少由 一百年到一百五十年 太平盛世 这在全世界 外国历史 就找不到的 所以他们研究历史 对中国人 真佩服 为什么 教育 只要把教育办好 天下才会 所以中国安定 社会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家 中国家是大家的 五代 五代同堂 六代同堂 这一个家小 人口少的 也有个 两百人左右吧 一般 大多数的 都是三四百人 人丁兴兴旺 到六七百人 一个家了 就从前是一个村庄 一个庄 你看 就是一个姓 那就是一家 所以他家是社会 所以能治家了 就能治国 家旗而后过治 是家争取 可以家 家道 这外国人没有的 有家规 弟子规 是共同的家规 除了共同之外 他还有另外 他家庭里头 有另外的规矩 必须要遵守的 有家学 有家业 所以家的功能 他有养老 育优 所以从前人年岁大了 他不怕 他家族养他 他不必担忧 小孩 只要能读书 家族照顾他 所以这个家了 在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为家有规矩 你看 所以他这个社会安定 地方的官员 没什么事情好做 你看我们中国的文学作品里头 很多做官的人 游山玩水 到处去写文章 去旅游 哪有现在做官这么辛苦啊 案件这么多啊 办不完的事啊 从前做官一个月难得有几个案子 所以他很自在 为什么呢 每一个家都好 这个社会上没有坏人 没有犯 这个犯罚 做奸犯扩的 没有 靠家 家你看 修身齐家 各自为本啊 建国军民 教学为先啊 只要把这个 十六个字抓住了 冲突就没有了 安定和平 就先前了 这个是中国人的智慧 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动乱 就是失掉这两句话了 修身齐家 各物置之是根本 建立一个政权 巩固政权 统治这个国家 教学为先 只要把教育办好 什么事情解决 想想我们现在这个社会 毛病不就出在这里吗 不重视教育 重视经济 贸易 重视这个 这个东西 把经济放在第一 经济是财富 财是人之逼真 那每一个人都要真 真利 这个社会不会安定了 真利是一个什么念头呢 损人利己 我利己肯定损别人吗 每一个人都损人利己 他不就打架了 所以人之逼真 中国从前一件教育 叫什么 叫伦理 叫道德 叫因果 那个你的教育 什么 于人无真 于事无求 天下大平 在教育 不在别的 教育办好了 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这个行慎重 出现于世界呢 能于众生路 一点都不讲了 今天我们就学到此地 啊